當年他那時候形象是真的還不錯 在我還不懂事的時候 政治金童 在新竹那小地方看到台北的政治金童 那時候是對 然後剛好我們那時候有個老師很喜歡他 可能我猜那個背景應該是他們那種軍眷 但我那個小時候我哪分得清楚什麼是眷村不眷村 反正我們那個老師上課就跟我們講說 趙周康有多棒多棒多棒 所以那時候有一度被洗了一個小腦 好這趙周康喔 好久不記得趙周康現在講幾話來聲容呼呼 先批柯文哲猛批一頓喔 然後現在居然傳出說 趙周康還有侯友殞落這些政見 要不要查黃曙光 你們副手這麼搶戲好嗎 你們的政手 你們的這個政總統已經口才很不好了 副手搶戲搶成這樣 會不會不妥當呢 不會啦我覺得功能有互補性 那趙周康剛好他本來就是擅長在議題主導跟議題設定 然後你也可以把他當成是一種炮手 那你要侯友宜去攻擊別人 大概也很難想像 除了昨天的場面之外 然後那趙周康在議題上面 不管是政見也好政策也罷 他長期他自己又是在這個媒體又主持節目這麼多年 然後呢又帶領了這個戰鬥人 他本來就有很多想法 趙周康一直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 這個組合一下會心風血雨耶 血流成河嗎 有機會耶 對不對 整個選戰會打熱耶 割喉割到斷 至少不會無趣啦 那你想一下議題議題的這個setting 這個 那至少會在這個選戰的剩下一個多月 除了一方面國民黨跟民進黨進入了這個兩黨最擅長的那個城鎮地面作戰 就是組織戰之外 那多少還會有議題作戰 就像剛剛那個創下哥在講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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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戰的部分 就是那個按幾個戰幾個戰 那趙周康至少在網路的流量跟聲量 還有這個臉書或者是他的這個媒體上 等於是第四軍嘛 就是網路的這個空軍上 他可以多少有一點這個軍事作戰的影子 趙周康這種打法對柯文哲是有利還是不利 應該這樣講 趙周康他們先這種打法就是很完全的就是回歸到深藍 就是集結最深藍化 正藍啦 就深藍正藍 我們自己想在上一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局勢當然是蔡英文大贏嘛 韓國瑜還有三十八%的實力 三十八% 五百五十萬票 所以基本上 等一下我補充上一次的趙少康和郭台銘被歸類為 沒有挺韓國瑜的知識藍跟經濟藍 記不記得上次的這個韓國瑜是一個所謂的本土藍跟 有人罵他是草包什麼草包的 就是從那時候在黨內初選開始種下的裂痕 所以趙少康那時候 趙少康的知識藍跟經濟藍 那時候他本來要當郭台銘的總幹事嘛 上一屆四年前 所以那時候被歸類為經濟藍知識藍 被分裂出去了 不會再靠向這個本土藍 不會靠向韓國瑜 可是這一次隨著趙少康的歸隊跟戰鬥藍歸類 知識藍經濟藍 就像剛易中老師所說的 會跟上一次的做法離開是不一樣的 可是他如果打到很很熱戰的時候 對他是好處 因為沙卡都的情況下 確實用這種比較極端的戰法是有效 在一打一的情況下我們要搶中間 就是雙方都有基本盤 藍綠基本盤我們就要搶中間一票 所以上一次韓國有什麼大敗 就是因為上一次那個 在反中中的氛圍底下 他又是一個比較極端的 就是我們講的比較 中間全部跑光 所以你看我算過 時代力量的票跟民眾黨的票 兩三百萬全部都跑去蔡英文那邊 就嚇到了 可是這一次不是 因為這次沙卡都 所以拼命有個柯文哲這個變數在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 他們基本盤把他們基本盤顧好 在對抗民進黨的基本盤 那個中間票掉多少 那當然我們主持人剛才問過我一件事 就是說那柯文哲到底是小鴻 他不會小鴻 他真的跟一個不死的蟑螂一樣 他每一次小鴻以後 一陣子以後一個也背回來 為什麼 我們看上一次 他上一次民調小鴻什麼時候 徐春英的時候 他不是要提徐春英嗎 然後讓徐春英那邊 這種各種狀況下 他民調一度掉了4% 但你注意喔 我有分析過 那4%不是去給賴清德 也不是給侯友宜 那4%只是退到中間的 不表態 然後等到柯文哲那個徐春英結束了以後 又回來了 所以他的那群年輕的支持票 那真的是一群 你可以說他們真的是不喜歡藍不喜歡綠 所以阿伯可能 我覺得阿伯也沒有那麼白色 他的那個 經過這些日子以來的那種紛紛擾擾 他其實沒有相對那麼白色 但是對這些粉絲來講 他們可能還是有個期待 因為他們認為 至少柯文哲沒有執政過 我講一件事 年輕人說房價高 你國民黨有沒有執政過 房價高 你們有沒有執政過 房價高 這裡面唯一沒有執政過的 可以去講房價 就是柯文哲 所以 雖然我認為我們自己 在台北市待了8年 那個施政爛的可以 是天下雜誌 遠見雜誌 都給他最後一名 那個是評比 但是那個是台北市阿 其他地方的民眾 沒被他統治過 他怎麼知道他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些選民 對他還有一些時代 特別我 我有點藍薄的朋友 他這都是綠營的 到現在還在痛苦 所以有時候 我在罵柯文哲 他們都還會勸我說 欸 就是好像會被罵太兇 你說南部的淺綠 現在支持柯文哲 他早就都在旁邊 這樣說最白 就是很早 就是很綠色 現在都是柯粉 柯文哲去台南辦多年 他還跑過去 你說我懸賞綠不綠 他們綠阿 所以柯文哲經過這一陣子 紛紛擾擾他 他也是不會走 頂著會隱藏起來 對 只是柯文哲每次出爆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隱藏 可是你看他不會去支持兩邊 然後最後等到柯文哲 稍微恢復正常以後 他們又會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柯文哲 為什麼可以 從年初到現在 在那邊民調就是挺在那個20 所以我為什麼講 20他的基本盤 他就是有本事賴在那邊 可是問題是 但是現在藍軍的10%不會給柯了 對對對 現在問題就是你的20 藍已經整軍完成了 除非你能往上走 如果你沒辦法往上走的話 將來藍軍能不能突圍的一個關鍵 就是他有在調 所以我剛剛講沒錯 你有在調 柯文哲的20往下壓 柯文哲只要能往下壓 藍往上走的時候 他們確實有可能威脅到賴清德 所以藍軍現在的打法 就是要打柯文哲 對 毛錢打柯文哲 民進黨的打法呢 民進黨就選你的啊 你就是選你的 把台灣的美德 美德贏台灣拿出來 到底要投誰 我們就講一句話 投正常的 這裡面唯一正常的 賴清德叫賴清 你那樣不正常啊 對 我來看一下陳文健最近的講話 他說藍白河破局 變成是最難看的肥皂劇 他炮轟說齁 再怎麼樣 民進黨都不可能出現這麼多 離譜的人 老師 我覺得趙少康齁齁 他今天講幾個政見 真的是宣兵奪主了啦 你是副手啊 外交國防兩岸 本來是總統的職權 如果說你要管 外交國防兩岸 那你要叫賴清德管什麼 管陸平燈亮水溝清嗎 對不對 他去當行政院長好了嘛 搞不懂 然後他講了一大堆政策 我真的必須要講 我就覺得他真的是活在他那個年代 還有他的同溫層 我幾乎每天都看他的節目 我就覺得他那些 他找來賓都是孤零那幾個 都是外省級的 幾乎都是外省級的 然後他們都在有 當然只有這個知識欄 社經地位不錯 對 你光是這個什麼 那個沈富雄 到昨天還在講 他認為藍白河一定合合 他還信誓旦旦啊 那我是覺得你這種同溫層 所以他就把他政論節目的想法 他認為這就是主流民意 他就想要變成政界 他說把兵役恢復成四個月 那就是投降嘛 對不對 那我們為什麼要一年 就是我們要展現出我們捍衛 我們的民主自由的決心 但是一中各表是終極統一 對啊 所以我不認為 當然明年一月份 所以不用服兵役就算了 明年 解放軍會幫忙 幹嘛台灣的子弟服兵役 對 然後明年一月 借我們這個一年的義務役 我不認為台灣的年輕人 不願意付出一些 因為他們覺得我們付出一些 我們可以獲得的是 我們家人的安全 我認為台灣年輕人不會說 我們不會 但有一些人會這樣 但我覺得大部分年輕人會願意 沒有我覺得趙浩康這樣打也好 就打到底 就讓民眾再一次透過一票一票的選擇 告訴全世界 台灣人要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 我覺得他太低估了台灣人的決心 我覺得他一票一票去告訴這些 還在九二共識掩護下的 終極統一的這些人 台灣的民意究竟是什麼 我覺得他太低估台灣人對中國的厭惡 跟不信任 然後也太低估了台灣人對美國的信任 中研院最近跟美國的這個華府的史蒂森中心 他做了一個台灣人的意向的研究 很有意思喔 這個這個結果是在華盛頓DC發布的 表示美國非常重視台灣人在想什麼 這會影響到明年總統大選 所以他這邊講台灣人只有百分之九點三的人 相信中國手信用 2021 老師你要注意到這次的選舉 這次的選舉裡面只有賴清德他說他這個反對統一 對他要維持現狀 但是侯友宜他因為民調實在是太低 他都不敢講真心話 柯文哲也不敢講話 他們兩個到現在有說反對統一了嗎 對 所以沒有還沒講 所以馬英九要騙票的時候 還告訴我們不同不獨不武 所以2021年台灣還有十三點五趴的人 覺得信賴中國 經過了兩年之後是實際上九點三個位數 重要的是他後面那個贊成維持現狀的有多高 對所以你看就是說九成但是馬英九 或者是趙大剛他們絕對是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十是相信中國 這跟你的主流秘密不一樣 台灣有百分之三十四的民眾是認為美國講信用 只是他們就每天講疑美論 美國不會保護台灣 台灣有五十五點七的台灣人認為 美國加強台灣的安全保障 五十五點七 六十六的點是肯定美軍巡邏台海 結果他們每天是說把美軍趕出去啦 台灣被火藥褲了啦 美國只利用台灣把台灣推向戰場 這跟六十六點四的是肯定美軍的巡邏 是相反的喔 他們的是以美 親中 仇日 跟台灣的主流民意是姓美 反中 姓日 相信美國這個懷疑中國移中 然後親日是完全不同的 他們的手指法 他們根本身有些什麼 運動作季節 另一邊的記憶 也是很兇談 近期間 之後 我們找到会見 在時設計畫 面